在中国西藏的邻边,有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,她像清平却拥有美丽样貌的女人,她属于每一个爱她的人,她就是尼泊尔,尼泊尔商业街,是中国游客很喜欢光临的,这里的小物件都很有特色,而且价格也很人,还可以砍价。 许多店铺为了吸引客员,为了店门口用搞笑的中国字招牌,但是这些招牌上的中文标语,却被网友称为是尼泊尔最奇葩的中文标语,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,尼泊尔最奇葩的中文标语之一,就是这家的小招牌,直接用夹子挂在一架上。 虽然招牌简陋,但是还是可以看出老板很用心,字不仅写得很端正,还懂得用这个的流行语,更令人惊讶的是,成语也用得刚刚好,去到尼泊尔的中国游客,看到这副标牌,肯定会被吸引进去的。 而游客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表示,这次写了还可以,第二个最得女孩子欢心的中文标语,这时就不得不夸夸这个尼泊尔商家,可谓是很精明,牢牢抓住小情侣的特点,一句买吧,你女朋友高兴,你就高兴,幽默十足,让人不禁笑了。 男朋友看到这个标题,不想买也不好意思再拒绝了,这个标题应该也会很受中国女游客的喜爱,但是对单身狗可就不那么友好了,这不明显是在撒狗粮吗? 这幅标牌看起来高大上多了,海报直接挂在店门口,仔细一读,貌似还是一首诗,来过,便不想离开,错过,便人生遗憾,买过,便不会错过,不得不称赞,对账很整齐, 很吸引人眼球,一句绝不坑爹,你懂的,满满的中国小商版味道,让中国游客看到了就会觉得很朴实, Ad网友身边的嘉然,哈哈,笑到了,这也是很接地气的招牌了,听朋友说尼泊尔的泰米尔街很有名,等放个长假再过去看看Ad网友都不倒步, 今年三月份去过,翻门去买香料,顺便帮朋友带东西,街上人很多,超级热闹, 而且那里的物品很丰富,看到我想买一把糖回来,Ad网友独享傍晚,人家这样做生意也是想尽办法, 不管怎样,劳动人民最光荣,尼泊尔的泰米尔街被誉为不可错过的购物圣地, 在这里,许多年轻的商家也会努力学习汉语,沟通方便了,生意自然也会比较好, 在尼泊尔,香料,铜制品,木雕艺术品都是有名,而且街中饮食点很多,都具有异地特色, 你们对尼泊尔最奇葩的中文雕语有什么看法,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吧。